每时每刻爆点你想要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软妹 传说中的iPhone8可以说是今年大家最关注的机型 那么它到底什么时候来又到底长什么样子各种传言说法不一 现在又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巴克莱银行的多位分析师指出 iPhone8虽然会按常规在9月份的秋季发布会上推出 但初期的供应量会非常有限 正常供货可能要等到第四季度才会有所改善 至于发布后只能在9月份的秋季发布会上推出 能当作花瓶来看的原因 分析师们指出iPhone8的制造工艺太复杂 产能并不会非常乐观 另外iPhone8的成本和价格都会大幅增加 难道真的要变成万元期了吗 关于iPhone8的命名 之前我们听说过iPhoneX,iPhone Edition等各种名字 现在这几位分析师表示苹果可能会用iPhone Pro来命名 大家改微信移称都要纠结很久 想必苹果此时也在纠结到底用哪个名字吧 结合此前消息 秋季发布会苹果会同时推出三款设备 iPhone7S,iPhone7S Plus以及全新的iPhone 虽然iPhone7S系列整体变化不会太大 但新系列至少支持无线充电 至于分析师口中的iPhone Pro到底等不等得到 也只有顾客指导答案了 好了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留言互动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 用我们进行嘴对嘴的交流 OK我就抱抱不干别的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